第一類其實就是做什麼 其實Photoshop裡面的這些工具 從移動工具然後一直到底下 其實底下都有一些躲起來的功能 所以每個功能 當然我們課程不可能每個都講到 可是如果沒有用到的話 將來你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試不出來沒關係啦 YouTube上面其實很多影片 我發現自己把那個關鍵字打上去 你可以打個Photoshop 比如說切片工具不會 你可以打一個空一個切片工具 其實一堆影片都教你怎麼做 再來的話你就找一些相關的東西來練習看看 其實你慢慢你會發現 這些功能你應該很快就上手了 所以前面我們有用到的 像是紅眼工具 把紅眼去掉 但是也不見得一定要用這個工具 才能做到你要的效果啦 只是說大部分都會有這些功能 其他還有濾鏡 像濾鏡我們之前有用到 上個範例有用到什麼了 模糊有沒有 有用到一個高濕模糊 另外的話還有用到液化等等的 那今天的話還會用到一些濾鏡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這些濾鏡 盡可能你也可以去試試看 假如我們沒有交到的話 你也可以拿來玩玩看 盡可能就說你要知道說 哪個濾鏡 它做出來的效果大概是怎麼樣 那以後如果你要做出哪一種 你要做哪一種效果的話 那你就可以馬上反映的出來 原來這個是哪一個濾鏡 它的這個效果 OK 那其他還有像影像的選曲 這邊都有 上個幾個範例的話 還有調整它的什麼 調整它的我們的色彩的飽和度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這些啦 有些什麼色階啦 那個曲線啦 曝光度等等的 那這個當然你們也可以試著去做做看 尤其是你自己喜歡攝影的人 這個功能其實還蠻常會用到的 因為你要調出一個照片 當然盡可能你拍的時候就是拍得很棒 但不過有的時候沒有辦法 一下子馬上就拍出很好的照片 那你可以透過後製啦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影像大小啦 版面大小 甚至做旋轉等等的 那其他還有像這邊功能 比較常用到就是像填滿 填滿什麼顏色 或者是說呢可以定義圖樣 這個我們好像在104那一體 用到定義圖樣也蠻好用的 那其他還有像變形啦 變形就Ctrl T 我前面Ctrl T這個還蠻常會用到的 這個可能還是要把它熟悉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接著來看 本來是要看應該是108啦 1110 可是108跟10相對 我是覺得比較複雜啦 我們後面看有沒有時間來講 那我們先把簡單的先講完 然後複雜的話也許放後面 然後呢再來的話 如果各位有時間啦 有興趣喔 你不妨也可以先玩玩看 反正就按照他題目要求吧 最後結果給做出來 然後呢可以跟他要的那個TIF檔 越接近越好 所以像這一題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TIF檔 最後看到 那其實大概可以猜想說 他到底要做什麼 這個背景或什麼 那這個可能是我已經做過了 所以可能我要下載 應該下載壓縮檔那個好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針對題目的要求 大家來看一下 有哪一些地方 是他題目要我們做的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102題 一樣就是說 他會給幾個檔案 第一個的話是一個TIF檔 那TIF檔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他最後 要你做出來的那個樣子 所以第一個啦 TIF應該是這個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他大概會有幾個地方的要求 第一個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當然就是這個主角 這個主角就是那個鴨子 那鴨子到底跟原來的鴨子有什麼不一樣呢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他原來其實就長這樣 其實就是 把眼睛放大縮小 把它變小而已啦 所以眼睛要放大縮小 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濾鏡裡面其實就有一個異化功能 這異化功能其實還蠻簡單好用的 那濾鏡裡面除了異化之外 還有一堆啦 像這邊扭曲啦 風格化啦等等的 這個每一個每一個濾鏡 我是建議你至少都要去把它試試看 不管說這個效果是什麼樣 是不是符合你要求啦 如果不OK的話 你可以按那個Ctrl-Z 或者是按Ctrl-Auto-Z 讓它可以復原 那這一局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的話 第一個他要我們做什麼 跟那個TIF相仿 這個沒問題 然後設計要求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他說 先開啟PSD02這一張 跟支一 然後選舉那個支一的壓值的部分 然後把它貼到PSD02裡面 OK這個比較簡單啦 因為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選起來 那其實還好它背景都白色的 所以要把它選起來最簡單的方法 你要不是魔術棒 要不是要快速啦 快速選取好像比較簡單 選一下 快速選取變成要選四次 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我把它取消選取 如果用魔術棒的話 會不會比較快 魔術棒比較快 所以魔術棒一次就好了 如果你快速選取的話 變成說他選這一塊 等他選四次啦 OK所以看起來好像 魔術棒會比較快一些些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把它 選取的部分反轉一下 那就選到壓值 不過好像應該在選壓值之前 他要做異化 所以要把它放過去之前 那我們要先把它眼睛變小 然後尾巴呢 讓它可以變成往上翹的效果 那其實這個功能 好像我們之前都有做過啦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在選取之前 我先把它取消選取 OK 然後第一步的話 先把它眼睛縮小 那縮到多小 大概這樣 這麼小 其實這個有點是比較沒有標準 他要做得比較接近就可以啦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用濾鏡裡面的異化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找到那個異化工具裡面 有一個就是 他有很多功能 比如說像什麼 向前彎曲啦 重建啦 然後甚至還可以扭曲耶 所以如果你 假設用順時針工具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怎麼樣 有沒有 他這個嘴巴歪掉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說你假設 也就是說你要讓那個嘴巴 往哪個方向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叫順時針 收攏 膨脹 等等的 還有又推 鏡像工具 鏡像工具 顧名思義嘛 有兩個一樣的東西 當然如果你假設做錯 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你就把它取消掉就可以了 它又回來了 OK 然後濾鏡的話 異化了 那我們根據題目要的 我們先來試試看 他眼睛要變小 顧名思義嘛 就是縮攏工具 所以你點選縮攏工具 那後面你們可以做變化題 變化題的話 你可以用不只是縮攏 你可以把它 膨脹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看其他的功能 要不要把它試試看 你們可以換一個寵物 或者換一個東西 都沒關係 或者是用原來也沒關係 反正變化題就是希望說 你就隨便試都沒關係 但是你隨便試完之後 你要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那個效果 你不能試了之後 好像怪怪的 好像不太合理 但如果你試了之後 發現這樣試了之後 發現那個鴨子變得更漂亮 然後更好看 那個功能 你就可以沿用了 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 去嘗試調整它的什麼 比如說筆刷大小 其實大小啦 密度啦 壓力啦 頻率有沒有 你們都可以試著調整看看 每一個每一個其實都有它的用途 那只是說因為我們上課 不可能說每個都調給各位看 你就自己去試就好了 因為它這樣的參數 修改完之後 哇那可以變化出 非常非常多的樣子出來 有沒有 那至於哪一種結果是最好的 其實就是經驗 所以呢為什麼那個資深 資深的那個美工人員 哇他比如說看了一個哪個東西 他馬上就知道說這張圖要怎麼修 修完之後 哇簡直就讓人家為之經驗 為什麼 哇原來就是他已經 把每個功能都不知道試過幾百遍了 所以他一用他就知道說 喔這個功能怎麼做會比較好 而甚至你問他 他馬上可以告訴你 所以他就是很多經驗啦 那這個經驗的累積 其實就是不斷不斷的嘗試 你說我怎麼會知道 啊就是嘛 反正還有什麼別 主要是你要先知道 Photoshop有這些功能 然後呢你不斷嘗試之後 你得到的結果 然後把它累積記下來 下一次如果說 你要用到什麼功能 那你就馬上知道 喔這個地方該怎麼 用多少才會得到 我們要的那個結果 就像剛剛那個眼睛大小 如果我假設 這個喔 不確定的話 我先把它 其實另外一個我們可以 直接開這一邊 然後找到那個202嘛 其實這邊TIP也可以打開啦 在雲端上也可以開 也可以看到 大概是這麼大 然後呢要怎麼樣 剛剛好這麼大 他眼睛原來很大嘛 所以第一個 你用縮輪工具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筆刷不用那麼大啦 當然我是覺得 你可以把它縮小成50看看 50這樣子 不過這樣好像會比較慢耶 所以有的時候你比如說 要越大 有時候縮容會比較快 然後密度的話 還有壓力 還有頻率這個都可以調 那我們用80好了 然後你縮容的時候 有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以哪個為中心點 看起來好像他大概就是以那個 眼睛的這個地方好像 就是在中 就是黑色的地方為中心點 好像會比較接近一點 不過這個還是要試試看啦 比如說以這個 因為他縮容好像這個地方 眼白的地方有往上的趨勢 所以如果你點了之後 你可能要點 你會發現 你問點下面的話 眼白會變少 點上面的話 眼白會變增加 所以你要看一下 這個眼白好像也不能太多 所以理論上可能要 再稍微往下一點點點 不然眼白好像就會太多了 至於多少是比較恰當的 可能就是要多點幾下 然後再參考一下完成檔 這樣有點怪怪 一大一小 看起來就是蠻怪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大概眼白跟黑 一半一半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就點中間 中間的話比較偏一半一半 那你也不能說 只有一直點中間 因為他你會發現 他就這邊中間變縮了 但是上下好像沒縮 所以有的時候 還要再點上面 點下面一下 讓他可以怎麼樣 比較平均的去縮容 應該這樣就差不多了 太奇怪了 好啦 自己要試試看 這個答案的話 你就跟那個倉口 差不多就OK了 好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要讓他的尾巴往上翹 那尾巴往上翹 大家要翹多少 這個也是需要去try的 那我們上個範例好像就是 上個範例是流水啦 這個範例的話其實 他已經在這邊已經有這個彎曲工具了 所以其實彎曲工具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 讓他往上翹 那翹多少呢 這個其實我覺得 這個鴨子尾巴是最麻煩的 你要讓他往上翹 你用預設的80好了 這樣翹 所以可能怎麼樣 哇這樣太多了 對不對齁 這樣等於一下子 哇太多了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先讓他往上翹一點點之後 然後再把它縮小一下 他的這個筆刷的大小 筆刷大小 大概把它再縮成40吧 一半 然後再慢慢去調 有沒有 你會發現 他就會有那個 往上翹的這個感覺了 有沒有 OK 然後再來再把它縮小20 然後再往上 不過這個真的還不太容易 OK 然後再來縮小20 就是慢慢讓他往上去調整 有沒有 然後這邊漏掉了 這個大概可以再補一下 有沒有 然後讓他往上 感覺好像他變成一隻 那個 好失敗 沒事 這個應該不用 不要那麼多 到底是我的眼睛有問題 還是 圖的問題 圖的問題 好 OK 好啦 最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把它全部回復 全部復原 他又重來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他可以怎麼樣 可以讓他回復 然後假設 我們先這樣好了 先有個樣子 接下來的話 就是怎麼樣 我們再利用魔術棒工具選他 然後把它反轉一下 反轉之後 Ctrl C 再把它貼到 我們指定那張背景圖 就OK了 不過我看了一下 好像我那個背景 這張好像有做過 等一下再把它下載另外一張 原來沒做過的好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